阿根廷宿江案历经八年 日前阿根廷刑事高等法院驳回一事不在里的结案理由 原告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上诉成功 这个案子将发回联邦刑事法院重审 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表示 阿根廷宿江案适用普遍管辖原则 以及驳回一事不在里 是全球宿江案中捍卫司法正义的重要案例 他并呼吁在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 活摘器官元凶被绳之以法前 国际社会不能让中国成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委员国 4月17日历时8年的阿根廷宿江案在南半球重启号角 阿根廷刑事高等法院驳回一事不在里的结案理由 原告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上诉成功 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 赞许阿根廷刑事高等法院的司法勇气 并呼吁联合国关切此案 我代表苏江律师团对于阿根廷的刑事高等法院 致上最高的敬意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来非常严肃的来关注 以及支持阿根廷的苏江案 十几年来 苏江律师团在全球17个国家 接连控告江泽民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 最后希望借由国际大审判 将所有元凶帮凶神之以法 阿根廷高等法院这样子的一个勇气 来确立了普遍管辖原则 在江泽民等人违反群体灭绝罪 和反人类罪的案件上应该适用 2009年西班牙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 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 江泽民 罗干等五名中共官员 同年底阿根廷拉玛德里法官 发出国际逮捕令后 承受极大政治压力 被迫辞职 2012年底 在阿根廷刑事高等法院合议表决下 此案发回重审 退回到原审法院去重审苏江案 再对法轮功受迫害的这些情况做调查 甚至我们也期待在发回原审法院之后 能够很快地对江泽民还有罗干 这些阿根廷的塑胶案的被告 再发出国际逮捕令 期待阿根廷塑胶案能为国际人权史写下新页 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奇呼吁 国际社会能正视法轮功群体受迫害的事实 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等反人类罪行 新唐人亚太电视陈回某张之宣 台湾台北台湾报道